大圍職傳家有個媽媽拖著女兒 橫過巴馬線 車營所屬的私家車已經慢慢停下來 怎知後面有輛私家車懷疑抽頭衝線 幸好媽媽拖著女兒及時停下來 個個都指責抽頭衝線司機 那作為道路使用者 面對這個情況又可以怎樣處理呢 當然錯就是後面那位人兄 因為他有人過巴馬線 減衝過去一下下個人 而在這個情形下 車營的那位人兄 其實他也是有少許責任的 他沒有犯法 但是他在一個行人 未踏腳到巴馬線 而眼睛亦都看到他停下來 未準備走的時候 其實他是不應該停下來讓他 在香港的車跟得很貼 很迫 很快 如果他不停的話 其實是完全沒有危險 沒有犯法 而後面的車亦都不會因為這樣 而差點撞到他 或者發生氣 事件還未完 原來車營所屬的司機 不分對方抽頭衝線 等巴馬線行人走了之後 駛到抽頭私家車後面 涉事司機突然在馬路中間停下來 還下車指罵對方 在巴馬線前突然收慢車竹 我是巴馬線 今天是地圖空道 我不是故意停下來的 我已經打電話給你們看 我停下來 我不是故意停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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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衝線還惡人先告狀 幸好這次事件無人受傷 不過涉事司機就有可能剛犯法例了 還未完央的